嗨,hello,hello 我們又遲了10分鐘,sorry 還有今天我們要快手 因為我只有1小時時間 所以今天的節目就會是1小時 濃縮、精華 如果我之前答應過大家 會解答大家的問題的話 而還未答的,麻煩你幫我一個忙 幫我貼上來,好嗎? 讓我不要走你們數 因為我不是有心走 這裡說一句,那裡說一句 然後我就已經忘了發生什麼事了 好了,那今天的雞緊腳 還有要很快地去講完 今天需要講的內容 其實都挺多的 包括要講什麼呢? 就是要講 是,你猜得沒錯的了 就是這個生酮飲食 還是在講這件事 那呢?因為呢 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項 我要確定你們是真的知道 而不要犯一些 會影響到效果的 影響到健康的錯誤 OK? 接著就是 很不幸地 我有個客人 我幫他看風水的 媽媽就有癌症 這個又會講 接著就會講一下 做些什麼呢? 我要講 就是 譬如,如果你生酮飲食裡面 你有什麼 是應該要吃的 OK? 現在大家 是不是有人在這裡? 如果有的 就留言給我知道 你存在,好嗎? OK? 對了,就 好像沒有留言 很害怕 OK,是不是真的有人在這裡呢? 嗯? OK 我去回forum的page 那我現在看一下 OK? 似乎是有留言喔 OK 好 Daniel C 還問 Stopped 然後呢 Yu Kun Li 你好 Candy Chen Hello 大家好 OK 好了,今天我要快講的就是 我發現 一直以來做節目 從來不覺得會有人聽的 OK?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感覺上是好像自己在這裡 廢話一樣 還有幾個朋友在這裡吹嘴 但是呢 雖然呢 講了兩集的keto 就是生酮飲食之後 是會收到有人 Facebook Messenger 就說 我買不到你那隻Flex Milk 我找不到你那隻Cary Gold 那隻牛油 或者什麼 我發現 咦?喂 有反應喔 也都會有人傳給我 最開心見到的就是 他那些keto sticks 就是深紫色 淺紫色 甚至粉紅色 總之是 原來是有人聽的 是有 就是 in a way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我幫到人的 那我記得就是 有一集 就有個聽眾 上一集應該 就在YouTube留言 那他就說 蛤?如是我民 什麼不是 就是 講佛經的嗎? 什麼不是 柯爛專者 就是 將佛經 結集回的時候 就全部叫做 如是我民 其實我之前有解釋過這件事 的而且確 如是我民 這個節目名是我想的 那我是覺得 OK 我要講佛經 那我會講 因為如是我民 就是所有佛經 開頭都一定會是 如是我民 四個字的了 就是當初 柯爛專者 和其他所有佛的弟子 就說 我當日是這樣聽到的 大家是不是都是這樣聽到 去確認 那個是真實的版本 但是呢 我也解釋過 為什麼我拿這四個字呢 它也有另外一個 implication 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 我是這樣聽到 OK 如是我民 那譬如說 我聽到這件事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講的 那我就會分享 那就是 我過去兩集 所做的生同飲食 就是這一個 intention 包括這一集 我會用一半的時間 盡量 去講關於生同飲食的東西 其餘一半 就講別的東西 這樣 OK 盡量試一下 怎樣可以掌握到 那些時間 好啦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 這位聽眾 你真是strictly 從一個佛教的角度 佛教不只是說 我要很出世 那樣 就是 進入這個 遁入山林裡面 遁入空門 然後只是 自己做自己的事 自己在那裡念經 不問世事 佛教不是這樣的 佛教就是很入世的 你是可以將 就是 每日生活裡面的東西 是融入佛教裡面的 還有你是應該有能力 是 就是 體會到 眾生的煩惱 你明白嗎 然後你是可以將它 變成世間法 因為說真的 你這麼離地的話 那 你是connect不到 to大眾的 那還有 你要記得有很重要的 就是說 佛教是以利益他人 不是利益自己 我們所有人 都是以利己行先的 OK 但是你看到 往往宗教就是要你利他 而佛教說的就是 你無論做所有的好事 任何的功德 任何的好處 你都是要給所有眾生的 包括你很討厭的人 包括六八九 吳克劍 習近平 包括這些人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是無私的 你是要將所有的 都是給所有眾生 就是所謂的 回向所有眾生 OK 好了 既然本住一個利他的心 那為什麼我不說 這件事呢 因為這件事是 幫助到 很多眾生的 就是幫助到他們的健康 幫助到他們可以遠離疾病 還有更加一件事你要知道 就是其實 在藏傳佛教講的五名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醫方名 醫方名就是醫學 而藏醫其實是很出名的 他們是會 Prescribe給你 是 寶石作為療 就是你的醫療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你會覺得 很荒謬啊 難道我要帶一顆 綠寶石 藍寶石 印度的星相是會這樣 但是 在西藏的醫學裡面 為什麼它 Prescribe寶石 是因為它裡面的礦物質 OK 這個 If you look back 其實現在的醫學 是沒有這件事的 現在的醫學 like I said 在第一集 講生酮的時候 已經講了 其實是management of你的symptoms 但是 在傳統的中醫和藏醫裡面 他們是要去到根源去倒絕 OK 去知道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病痛 它是因何而起 OK 等一下 是否有人說我停了 輕了 斷線 咦 這麼嚇人 怕 啊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現在還有沒有在做 呢 是不是還在網上 我看我自己 是OK的 但是是不是沒有了 你們看見 輕了 你的面書沒有問題 Lence Powell Steven Pong 斷斷續續 OK Daniel Seto 一個認識了很久的聽眾 他說是 只見到頭22秒 麻煩聽眾給我一些feedback 因為呢 我現在見到的是 我正在走路 我見到是一直在live 7分43秒 44秒 45秒 It seems ok on my side 你們見到的是什麼 說給我聽好嗎 OK 沒事 Can see live 沒事 OK 沒有玩貓 OK OK Thank you 好了 那我們要講了 就是很多人 Like I said I'm very thrilled 我很開心 原來我一個人在live 其實原來有人聽的 然後呢 原來我 希望可以 利益到更加多人 令更加多人可以健康 OK 這件事是有影響的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有聽 然後他多問我一些 關於生酮飲食的東西 然後我收到那些 就是 Keto Steak 驗出來紫色 這樣 淺紫 心紫 那就是有用 你明白嗎 就是他身體已經進入了 Keto Steak 好了 但是What I realized 就是 一個很大的 不記得 大家的一個 生酮飲食裡面 一個很大的 怎麼說 missing point missing link 就是大家都 蔬菜吃得不夠 這些似乎現在 很多人都去了 以為 好像是當日的 Atkins大 哦 我不吃粉麵飯 那我當然是吃扒 我當然是 喪食雞 那我的朋友 送給我 他一天的三餐 有一餐是三塊豬扒 一塊三文魚 還有什麼 沙甸魚 一大堆 我看完之後 嚇了一條 其實你三塊豬扒 已經夠你一天了 OK 我看不到的就是 大家都沒有吃 那些大量的蔬菜 喂 我們說每天是需要吃 是好像一個麵盆 那麼大的沙律 是說七至十杯的蔬菜 深綠色蔬菜 那更加好的是什麼 就是十字花科 OK 的蔬菜 就是 哇很厲害的 抗癌一流 OK Can't hear you freeze 我的朋友跟我說 Brian Santos No picture and sound 但是有很多人說正常 其實就是怎樣 哈哈 我現在不知道怎樣 但是我一直看見 現在正在走動的 OK 現在是十分零九秒 繼續告訴我 情況是怎樣 好嗎 如果不然我自己一個人 在那裡說說說說 以為自己說了 說完整個節目了 一個小時就夠了 怎麼知道原來 是沒有人看到的 這樣真的超級王居 OK OK now 正常 Oh well 我唯有繼續說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 是沒有問題的 OK 大家沒有足夠的 深綠色蔬菜 深綠色蔬菜 我們在說的 不是外面的西生菜 西生菜 不是深綠色蔬菜 什麼是深綠色蔬菜 什麼是深綠色蔬菜呢 十字花科 我們很推崇的 一個裡面是很dense 很nutrient dense 很nutrient dense 一般的營養師會跟你說 卡路里跟你說 纖維 但我告訴你 卡路里是卡路里 沒錯 但卡路里之餘 是不同的卡路里 是有不同的效果 那什麼是不同的卡路里呢 大哥 十個卡路里就是十個卡路里 一百卡路里 一百卡路里 二千五百五千五百 你吃二千個卡路里的薯片 和你吃二千個卡路里的乳衣甘藍 加椰子油 加椰青 加西蘭花 加蛋 是不同的 因為卡路里裡面可以是empty calorie 而大家還是不明白 我不是說所有人 但有人還是不明白 就是 你吃二千個卡路里的薯片 喂 生果為什麼不好啊 喂 生果有很多營養的 但 and again 如果你apple to apple comparison 就是說 我和100g的 蘋果 或者雪梨 和100g的 乳衣甘藍 或者火箭菜 或者是西蘭花 你清吧 你就會知道 我為什麼會選西蘭花 乳衣甘藍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白菜 分別在哪裡 就是 你那個density 我上一集也有說 就是說 你買一個單位 兩個都是一千尺 喂 大哥 你要說建築面積 還是說實用面積 兩個都是一千尺 第一個是無敵法水樓 我覺得是三成實用面積而已 而另一個是九成半的實用面積 大家同一個價錢 同一區 那你選哪個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如果你兩個一清 你會發現 原來這個雪梨 或者是蘋果 什麼都好 這堆水果 其實是 它有維他命C 它有很多東西 OK 但是 它裡面 很大部分 其實是 Empty Calorie 就是我們所說的糖分 OK 但不是 西蘭花 它有 carbs 就是我們有澱粉質 但它的澱粉質主要是什麼 是 Fiber OK 那就變成 你其他那些 還有很多 維他命A 維他命C 維他命E 維他命K2 那你發覺 它的實用面積就高很多 你明白嗎 所以 當你按Keto diet的時候 就是生酮飲食的時候 你是將你的身體 過去的幾十年 由消耗糖分 轉為消耗脂肪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 你說 在說 我們人類進化了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 是想 用脂肪 不想用糖分 但是因為 偉大的工業革命 所以 我們現在就變成 這個 穀物和糖分 是很普及的 還有 簡單來說 商家最重 水分 最賺到錢 是這些 為什麼 它買乳衣金蘭給你 白菜給你 或者西蘭花給你 大哥 這些它要種的 它種的時候 會有什麼 會有成本 什麼成本 下雨 蝗蟲 不同的開蟲 還有 它會收成 不行 但是 這些不同的 我舉例子 它種的是粟米 粟米基因改造 OK 基因改造 它是很劣耐 這一種不同的 不利因素 還有糖分 是工廠生產的 你要多少 有多少 所以 當你看一看 第一次去找到 原來在北部有人 愛斯基摩人的時候 冰天雪地 他們吃海豹、海獅、鯨魚 但你真的催不上他們 他居然去抓他們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癌症的 他們是癌症的 有人說不得那位飾機再開 好嗎?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完全是零技術 我完全是技術低低的 我的電腦都是用來上網 我會看Facebook 看看片段 沒有的 所以我真的不懂 如果你們是不行的話 你試一下 關掉再開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好嗎? 好,繼續說 當那群西方人 白人去找到愛斯基摩人的時候 他們發現 其實來了 為什麼他們完全不吃 我們認為很健康的 蔬菜水果 全穀物 那些 但別人沒有癌症 是沒有的 沒有 還有心血卷疾病 甚至是可能 不知道 3%的人口有 這樣 很少 OK? 接著 你又看看鯊魚 鯊魚是 None to be 就是 None to be 是進化得最 Advanced 即是它是最 先進 它的進化 是最優良 最全面 最深層的 一種生物 OK? 例如 它一磅咬下去 一口咬下去 其實是七百磅的 而它咬的時候 它的眼睛會向上吞 OK? 就變成 為什麼呢? 因為它咬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到 那個獵物 就會不斷拼尾 不斷掙扎 它一進化 到眼球 會向上吞 它防止 那個獵物 在掙扎期間 打到它 打到它 它痛就會縮 所以為什麼 這個生物咬人 這麼嚴重 第一 是七百磅的力量 第二 你怎麼打 其實它都沒有 你明白嗎? 它都真的 沒事 你打它的臉 沒有東西 它唯一 它的罩門 它的 弱點 只在眼裡 它連那樣東西都搞定 它進化到這樣 你發覺鯊魚是什麼? 是沒有癌症的 一樣是沒有癌症的 它跟愛斯基 沒有人吃的東西都一樣 就是 深海如淚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現在 很多人會吃 Omega 3 深海如油 其實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第一集 那裡已經說了 第一集的 新鮮飲食已經說了 其實你身體需要 Omega 3 而不是需要 Omega 6 有人就跟我說 其實不是的 都需要 我告訴你不是 為什麼不需要 因為你日常的飲食裡面 你的Omega 3 會是太多 是Way Overload 太多 OK? 而你的Omega 3 是不夠 那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需要 把兩樣東西 Omega 3 和Omega 6 去達至一個 1-1 ratio 1-1 OK? 1比1 因為當你1比1的時候 你身體就不會發炎 你身體就在一個 很舒服 不發炎的狀態 OK 舉例 心血管疾病 是慢性發炎 糖尿病是慢性發炎 癌症是慢性發炎 腦退化症 就是白金遜 還有Alzheimer Packinson 我不知道Alzheimer 中文是什麼 它都是慢性發炎 所以你身體需要Omega 3 Omega 3 有什麼呢? 深海魚類 三文魚 吞拿魚 還有魚 不是吃齋 但我吃齋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Chia Seeds 中文叫做奇雅子 或者Flex Seeds 即阿麻子 這些都是Omega 3 很高的 那你就把它加入 你每日的飲食裡面 譬如我之前 分享過一個 就是 我分享過一個 叫做 我在香港 我廣華 在哪裡買 我在銅鑼灣 24小時胃腔 一隻叫做Good Karma 這個牌子叫做Good Karma 即是好的因果 Flex Milk Flex Milk 即是阿麻子奶 我用它去熬熱 然後我加茶葉 你可以加咖啡粉 然後加牛油一湯匙 椰子油一湯匙 再加一點Stevia 即是甜菊葉 你喜歡可以加少少夜奶 然後你就拿攪拌機打 打完之後會發覺什麼事呢? 就是有瓶啤酒 上面有一層的泡沫 但那層泡沫 是很奶油 很好吃的 你會發覺 你早上睡醒 如果你沒有時間 吃早餐或者什麼事 你按Keto diet 即是生酮飲食 你喝一杯 你會發覺 你會很精神 因為為什麼你會很精神? 你的Energy 不會是來自於糖分 它是會有 Ups and Downs Ups and Downs 所以你就會覺得 很舒服 然後你會發覺 你是耳畜目明 你會發覺你的頭腦 很鎮定 你不會有所謂的 brain fog 即是 腦閉塞 腦便秘的情況 好 我今天其實想介紹幾個 topic 第一 如果你按Keto diet 你千萬不要想著 我餐餐吃肉 吃肥肉 吃蛋 不是這樣 我要教你們 就是你的Meal Planning 舉例 你要把它分成幾個 category 就是你會 需要的就是 蛋 蛋和奶類 好了 你說蛋我怕膽固醇 我說什麼? 你完全不用怕膽固醇 因為你身體每天 是需要製造 OK 你身體自己每天 是會製造 三千個unit 蛋糕固醇 如果你說 三千個unit 即是等於十四隻蛋 等於一磅牛油 等於二十條蛋糕 還是怎樣 即是很誇張 那數字 如果你吃了下肚 你身體反而會謝謝你 可以 謝謝你 你幫我搞定它 我不用自己製造 好了 那 你吃了下肚之後 身體會謝謝你 不用自己製造 好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又說不是 又說膽固醇 會失血管 我上一集 第二集已經解釋了 其實 其實失血管 並不是因爲有肌肉 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 是因爲你的血管 有出血動脈 出血的情況 OK 還有它有撕裂 它撕裂所以出血 是同樣的 這個時候 你身體要貼一塊膠布 因為它不想出血 對不對 所以 找什麼做膠布 就會有鈣質 和膽固醇 去形成一塊膠布 去吻住它 等它不要出血 那它吻住那個位置 吻完一次 又一次 吻完一次 又一次 那就越來越厚 還有今次可能 這個位置吻了膠布 但轉頭變成 這個位置又要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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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有三個位置 那你的通道就少了 那你的血就走得慢 加上你又不做運動 經常坐著 那你的位置 越來越厚 血過不了 就是所謂的就是 這個 就是動物硬化 但是其實 膽固醇 它本身只是一個 很無辜的膠布 你明白嗎 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你出血 是啊 黑了什麼都沒有 不是吧 你不要嚇我 那麼多人怕 看重溫選 你會不會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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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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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會不會嚇我 好嗎 因為很多人說有事 但是很多人說沒事 那我真的不知道 哪一個才是真的 OK 我現在是一個 很穩定線路 就是我自己的家 OK 的地方拍攝的 OK 好了 那我們說 喂 我每天可以吃很多蛋 我可以吃很多條 米粉 好了 說遠一點 我把我自己每天吃的東西 拍照放上去 然後有一些 我很抱歉 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生酮飲食的人 在唐邊 我回答爹 就說 嗯 煙肉就沒有益 你最好就應該轉成什麼 火腿 或者是腩肉 而且蛋 你這樣煎到這麼焦 就不好的 第一 就是 阿哥 你不是我 你不知道我喜歡吃怎樣的蛋 我就是喜歡吃 焦邊的蛋 因為焦邊的蛋 其實不容易煮的 OK 是 你的鍋要很熱 油要很熱 打一隻蛋下去 讓它的邊 已經脆到啡色的焦邊 然後你才繞它上來 蛋火還是生 我喜歡 這是我的選擇 第二 你說 煙肉不好 煙肉不是生酮飲食 就不好 因為你身體會保持很多的水分 然後你就不可以有這麼多的酸 但大哥 你知不知道 生酮飲食最害怕的呢 就是酸 就是我們所謂的 Electrolyte 電解質不夠 OK 你經常做運動 經常跑步 馬拉松的人 他需要補充什麼 電解質 你每天坐辦公室 你就不需要補充電解質 分別在這裏 而其實生酮飲食的人 就等於是一個跑馬拉松的人 OK 因為我們 燃光了身體裡面的糖分 OK 就是Glycogen 用盡了 我們在用體內的脂肪 等於你是一個跑馬拉松的人 跑馬拉松的人 他都需要那種耐力 和他不斷地出汗 就是 一直把身體裡面的水分排出 我告訴你 生酮飲食人一樣 身體的水分不斷地排出 因為你的Kidney 你的腎很開心 它不再需要幫你 保持這麼多的水分 所以呢 生酮飲食 你要注意的 OK 就是Bacon 你儘管吃 OK 你可以吃4條Bacon 加4隻蛋做早餐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OK 還有 你是要放森鹽 在你的食材裡 聽著 不是那些cheap cheap 餐桌的鹽 不是chemical的鹽 是真正的可鹽 因為真正的可鹽 裡面是有豐富的礦物質 OK 裡面99%是 sodium 但是你不用怕的 大家跟你說 你不要吃那麼多鹹的食物 不要那麼多 sodium 我告訴你 如果你生酮飲食 你不用理會他們 還有大家說 你不要吃那麼多牛油 會失血管 你吃那麼多蛋 會爆血管 你不用理會 你儘管吃 因為生酮飲食 等於是一個 坐著 其實等於做很多運動 你身體已經在用 你的體內的脂肪消耗 還有它一直幫你清淨你的內臟脂肪 最危險的那些 OK 還有你生酮飲食之後 你給自己買了個保險 你不用怕 說 喂 每個人都有癌症 我沒有癌症 我爸爸有癌症 我媽媽有癌症 我沒有癌症 因為不會 因為你的身體 是一個不發炎的狀態 或者是一個很低發炎的狀態 還有這麼少的糖分 其實呢 你的癌症 你的癌症 癌細胞 它連能量都沒有 它減生餓死 所以就變成 你幫自己買了一重保險 OK 所以我覺得 生酮飲食 生酮飲食 是有它麻煩的地方 例如 你去買東西 在超級市場 你要看標籤 你要看它的成份表 OK 這麼煩的 還有你外出吃東西 別人吃拉麵 你不能吃拉麵 別人吃壽司 你不能吃壽司 但是你可以吃什麼 你可以吃刺身的 你可以吃串燒 沒有問題的 但是 回回來說 大部分的生酮飲食的人 我發覺很多 我問他們吃什麼的時候 他們是吃不夠 深綠色的蔬菜 OK 深綠色的蔬菜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的維他命 還有你需要 等一下 你需要深綠色的蔬菜 不是那些 隨便隨便 深綠色 例如 乳衣金藍 Kale No.1 Superfood 很厲害 西蘭花 也是十指花科 Cruciferous 還有椰菜花 白菜 芥蘭 火箭菜 你需要每天吃到七至十杯 麵盆這麼大碗 你斬開三餐 OK 菠菜 還有菠菜 你把它加進去 那些 杏仁奶 毛糖 毛糖 毛糖的阿麻子奶 毛糖的椰奶 裡面 加少許的 stevia 甜菊葉 加一隻牛油果 或一半隻 去打 打完之後 變成甜甜的蔬菜汁 加少許檸檬汁 喝了它 那你就不用咬得那麼辛苦 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吃十杯蔬菜 我真的牙膠都累 我明白的 打了它 喝了它 Your body will thank you 你需要那些維他命 你需要裡面的電解質 OK 好了 然後就是說 這個 我剛才在說 如果你生同飲食 你的meal planning 是要怎樣 plan 你要出去分類 蛋 OK 蛋 蛋就會給你什麼呢 就是 很漂亮 一個完美的脂肪 和蛋白質的 ratio 它的比例是完美的 而且它很充足的 OK 的營養在裡面 好了 然後你說 喂 吃芝士 有很多人不吃芝士 不吃芝士的話 我會教你怎麼做 如果你吃芝士的話 那你留下一份 就是吃芝士 那你可以吃芝士加蛋 什麼芝士呢 芝士呢 芝士普遍來說很穩固 因為它是脂肪很高 OK 而這個呢 就 相對的那個 澱粉 很低的 差不多沒有 但是呢 芝士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裡面 是有很高的鈣質 OK 還有很高的脂肪 那你說 我怕我不喝奶 因為你生酮飲食 你不應該喝奶 因為它裡面乳糖很高 我怕我鈣質不夠 聽著 如果你是會吃杏仁 你會吃果仁 你會吃芝士 你會吃芝士 你會吃阿麻子 阿麻子奶 杏仁奶的話 你不用怕你的鈣質不夠 因為這些本身 是鈣質很高的 OK 好了 然後另外呢 就是說 剛才說的深綠色蔬菜 因為你需要維他命 你需要它的電解質 OK 然後呢 而芝士的話 就是你需要它裡面的脂肪 它裡面的鈣質 好了 再來呢 就是會需要什麼呢 我們會需要蛋白質 但上一集都說過了 蛋白質呢 你不要想著 爽食 沒有問題 其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蛋白質 我們是需要的 其實只不過 是每一餐 我當你一天吃三餐的話 是一塊啤排 這麼大 還有這麼厚度的肉 所以不是三塊豬扒 不是三塊這個 三文魚 或者是一大份牛扒 收穿你吃牛扒 你只不過在吃三盎司左右 或者是最多可能四盎司 OK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是一個專業運動員 你可以六盎司 但如果你坐辦公室的話 你可以說 好了 你是一個女子 就是三盎司 但如果你是一個男子 坐辦公室 你有六呎高 你就四盎司 可能有時候去到五盎司 但你記住 你一定不要多 因為你多了 蛋白質又轉回 做糖分 那你又會 身體不再 所以我們都會 在Ketosis 即是所謂的 生酮狀態裡面 OK 我們生酮狀態的好處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次 就是 你是會遠離癌症 OK 你遠離第二類糖尿病 你的精神會好很多 你已經不再有那種 長期發炎的狀態 那你就不會怕說 我會老退化 心血管疾病 OK 那好了 我們講開了 就是說 喂 那如果 這個膽固醇 你說沒有問題 我可以吃蛋 但是我之前 驗了 已經 有問題了 就是說我 膽固醇高 這樣 這些怎麼辦 我告訴你 你膽固醇高 是因為 你的血管 本身 已經 沒有什麼彈症 和很容易發炎 你身體處於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態 那你需要做什麼 就是說 降低身體的發炎 OK 那你就是 剪掉了些澱粉 剪掉了些糖分 那就是生酮了 還有第二 就是說 你的血管為什麼這麼硬 OK 你肌肉硬 OK 好了 那就是什麼 你要做伸展 你需要做瑜伽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看到 這麼多人做瑜伽 那些很長命 很健康 大家都知道瑜伽是好的 瑜伽是否等於伸展 不是 瑜伽裡面 有沒有伸展 有 但是是不是瑜伽等於伸展 不是 OK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需要 做一些伸展 是令到你的身體 可以進入到 和做到 某部分的瑜伽式子 那意思 OK 這樣 所以 就是說 你做一些伸展運動 你拉筋 你看到 中醫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也有些東西 是不對的 譬如說 不要吃生冷 如果跟中醫說 你不會吃蔬菜 你不會吃蔬菜 水果也有問題 對我來說 水果是有問題 但水果有問題 是因為糖分太高 而不是因為 他生食有問題 其實你身體 你吃生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就是 他不需要那麼多的酵素 即是煤 去分析 去分析 這些蔬菜 水果 如果你熟食的話 你補充酵素 對身體更好 所以說 中醫說的話 有一部分是對的 有一部分是不對的 以前用什麼生冷 其實是因為怕有菌 OK 他就說 你身體會消耗陽氣 如果你吃這些生冷的東西 但老實說 陽氣這件事 第一是很抽獎 第二 陽氣什麼人會好勝 小朋友好勝 小朋友血氣好黃 他的陽氣好勝 什麼人陽氣都好勝 做運動的人陽氣好勝 所以如果你每天會做瑜伽的話 我非常推薦 你做瑜伽的話 其實你的身神代正 還有你的 我不想說太深 這個叫做 Human Growth Hormone 即是生長因子 生長賀爾蒙 是會健康很多的 你的身神代正會健康很多 所以如果你的飲食裡面 碳水化合物 即是澱粉是低的 糖分是沒有的 然後你可以吃好的脂肪 例如牛油果 椰子 椰子 牛油 橄欖油 等等 而吃很多深綠色蔬菜 你想想看 你健康很多 而可以告訴你 一個真的吃得適合 生同飲食的人 其實會是怎樣呢 就是他每天吃的蔬菜 會比一個所謂吃齋的人 還要多 因為你記住 你每天吃的 那一碟東西裡面 有七成是深綠色蔬菜 然後兩成是 一塊三文魚 或者是牛扒 或者是沙甸魚 一些很健康的 或者是牛油果 或者是Nuts 剩下10% 可能是三茶匙 三湯羹 就是好的油脂 三湯羹可以 一湯羹牛油 一湯羹椰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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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你吃的蔬菜 是多於一個食材的人 所吃的蔬菜 那你是會很健康的 OK 好了 但我要說的就是 你的Mill Planet 剛才說了 就是說 你的深綠色蔬菜 每天七至十杯 炒來吃也可以 沙律地吃也可以 打成果汁去喝 也可以 你需要的是它的 電解質和維他命 蛋 你需要的就是 它的營養裡面很多 滋溶性的維他命 還有就是 脂肪的比例 非常之高 非常之好 芝士類 如果你肯吃的話 就是裡面的鈣質 脂肪也相當之高 好了 果仁類 如果你不吃脂肪 吃多一點果仁 Double的果仁 因為果仁裡面 例如杏仁 是很高鈣的 OK 所以很多人不喜歡吃芝士的話 就用果仁去代替 它很高鈣 而且它有很多的Omega 3 例如什麼呢 例如Flex seeds 就是阿麻子 例如Hamp seeds 火麻人 Omega 3 Omega 3 身體不會發炎 所以很好的 OK 我想沒有什麼人不吃果仁 所以不吃芝士 就是Double的果仁 OK 深綠色蔬菜 蛋 芝士和果仁類 好了 然後就是蛋白質類 就是剛才所說的肉 每一餐 如果你吃三餐的話 就是一份等於一塊啤牌 這麼大而已 三盎司 四盎司 是這麼多而已 OK 好了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 好了 這個 電解質 這個 其實先是今集的重中之重 因為我自己也實不相瞞 吃了之後 我發覺我有幾天 我是有幾個奇怪的現象 發生了 我不太坦白說 就是我有一天 我是吐 OK 有一天 就是我的心跳到 就是跳出口裡 這樣衝出來 這樣 那其實是什麼事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 我有研究 我有看 我知道是什麼事 就是 我的電解質 是低 OK 電解質低 電解質低 就是什麼 我不明白 那就是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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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低 一個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廣東人說的 煲湯 放一堆骨 例如 豬骨 或者牛骨 或者我們叫做雞骨 或者叫做雞架 你整隻雞 把雞拆掉 手手腳腳 胸肉也拆掉 有一個 雞的 胸骨 一個架 把雞架 砍下去 你喜歡 雞腳 或者你喜歡 花膠 都沒有問題 砍下去 讓骨 裡面 那些 鈣質 還有 它裡面的 膠質 我們說的 膠原蛋白 Gelatin Gelatin 就是膠質 跟著 還有電解質 在骨頭流出來 那你就喝那些湯 OK 你看到 好笑的 你貼子無線 也好 蘋果日報也好 訪問營養師 都告訴你 喂 你不要喝湯 脂肪很高 所以我就說 大哥 你香港的營養師 還是說幾十年前那套 脂肪對你有害 然後 你要吃全谷類 全谷類 如果是好的 就不會美加 歐洲這麼多人 OK 是第二類糖尿病 跟著 痴肥 and all that 心血管疾病 OK 但你看看 只吃脂肪的 這個 就是愛斯基摩人 是沒有癌症的 現在當然有 現在聽到 這些西方的人 說要吃全谷物 就糟糕了 OK 好了 所以就說 其實你身體本身 是設計 to run on脂肪的 我們BB的時候 我們喝媽媽的奶 你猜是甚麼 全谷類 不是 大哥 是脂肪 是lauric acid 是不是叫月桂酸 中文 I'm not sure 但是 lauric acid 就是幫助我們身體 對抗發炎的東西 OK 而這個lauric acid 它就是 在甚麼都有呢 我只能說出三樣的 一個就是母乳 一個就是椰子油 一個就是椰子油 另一個就是牛油 所以如果你按keto 就是按生酮飲食的話 不要說我只是吃一種油 我只是椰子油 因為我喜歡那股味 或者我只是牛油 因為我覺得牛油煮東西很好 不是 是椰子油 牛油 和初榨橄欖油 三樣都有 因為三樣東西 它有的東西是不同的 OK 譬如橄欖油 它有的是多酚類 OK 而多酚類 是對抗氧化非常之好的 那你就說 喂 那我拿橄欖油去煮東西 可以嗎 又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它的燃焦點 很低 它就會變酸 它就會變酸 就是裡面的結構不夠穩定 那你一熱它就會散開 那你可以拿來甚麼呢 譬如湯 你擠在面上 你可以擠在油菜 你出去吃東西 我告訴你 我今晚才吃完淡仔 我淡仔 那你說 你生同飲食去吃淡仔 你不就是 什麼 山小田 山小米 不是山小米 我就是 我叫了一個 蒜泥白肉 小 我叫了一個 土匪雞翼 不記得三隻 然後 就叫了一碟 韭菜 深綠色 那 我不擠它也有了 因為我自己施火 我把我帶了一支 戳炸橄欖油在身上 趁沒有人見到 這樣 你每一頓 三湯匙 那三湯匙 我一湯匙 就去了那個 戳炸橄欖油 然後一湯匙 會去到這個 蒜泥白肉 那些肥肉 OK 還有一湯匙 就去到雞肥那裡 搞定了 我叫了一杯凍檸茶 我就加了甜菊葉糖 是没有糖分的 其实没问题的 你出街吃都可以生酮的 那天我叫了个人心鸡 非语之正 你喝了个人心鸡之后 我说电解质不够的情况 立刻解决了 所以如果你生酮饮食的话 你要记住几个很重要的点 每天七至十杯蔬菜 面盆这么大的沙拉 打汁也好 第二就是你家里要煲汤 你放什么 猴头菇也好 花膠也好 那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大骨 牛骨 猪骨 鸡甲 鱼骨 都不要紧 就是骨汤 我们需要里面的胶质 你皮肤一定很好 我也觉得自己皮肤好了 实际上门我一定是一滴妆都没有化 是一点都没有化的 我连黑眼圈都没有 虽然看到我有黑眼圈的 但是我觉得老老实实 可以素颜上镜 我觉得我很荣幸 我觉得OK 当然你说是否化妆来的 一定是 但是至少可以素颜上镜 我平时现在都很少化妆 好了 就是你喝这些骨汤 你皮肤会好 也同时会帮助你的关节 所以老人家 给他喝吧 OK 不需要表面的油 千万不要 就是要那些油 就是要里面的电解质 就是要那些钙质 喝多一点 OK 好了 第三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就直接吃一些 我们叫做 Potassium Magnesium 的Supplements OK 有些会加上钙在里面的 Fine Go ahead 真的没问题的 OK 那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自己发现 OK like I said 我吐 和我心跳 好像在口中 彈出来的心臟 因为我的Potassium 不够 那这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我知道 what is going on in my body I listen to my biofeedbacks 即我 不是说像一般人 那样 我不做body check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生什么事 是我知道 OK I have a feeling I know It tells me It speaks to me OK 好了 这个时候我就要骂少少了 就是骂什么呢 就是说 喂 那我Potassium低 OK Solium很容易解决 你泡少少海盐 或者在我的领水里面 加少少海盐 就变成像咸领七 解决了Solium的泡 OK Magnesium 都不难解决 你买到Magnesium OK 我今天才学完GNC 找过 但是Potassium 是崩溃 OK Potassium 根据美国 RDA建议 是要4700 我告诉你 是人都不够 是人都不够 OK 个个都不够 但是为什么 人家又不觉 你又觉 因为你身体 或者是用了Ketones 你生酮之后 你的身体 灵敏了很多 而且因为你身体 我也说 你的神会多谢你 就是它不再需要 帮你保持这么多水分 所以我们不会水肿 我们在睡 喝东西 晚上起床 喝东西 是不会眼肿 不会脚肿的 但是 就是因为它会帮你排水 OK 你身体不需要 握着这么多水分的时候 那就是代表你的电解质 会排得很快 所以你要当你自己 就是一个 马拉松冠军 你不明白 你需要喝像这些 电解质饮品 OK 那这个就是 我刚才买的 这个是ZERO 包括我喝的CODE ZERO 都是ZERO 就是它对你的 血糖是没有影响的 那 这个里面 有点点电解质 你就会看到 里面有什么 Potassium 我现在不够的 Megnesium 和Sodium 就是这三种 其实最主要 那如果你说 我每天都吃到 七至十杯 深绿色蔬菜 还有我家里有 煮的骨汤 其实 你应该是很稳妥的 但是 再稳妥一点 不会吃一只牛油波 OK 接着 再吃个Supplement 是Megnesium Potassium 那我就说 我骂什么呢 就是 我走完整个铜锣湾 我今天放假 很开心 走完整个铜锣湾 是没有 曼宁的药制师很礼貌 跟我说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carry 你试试找一些药房 可能有 我走到屈臣子的时候 它已经生了 不知道有没有 好了 找药房了 我先喝一口 我找完 所有药房 你知道吗 你进去的时候 就被人白眼 第一 你是说广东话 至正康圆的香港广东话 它是白眼你 因为你不是说普通话 你不会买花膠 你不会买虫草 你不会买鱼刺 我们有水位的东西 你居然买铜锣湾 我告诉你 我整个铜锣湾都找到 没有 那我就online订了 如果大家要买 可以上iherb 黏着的iherb i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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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app 你可以download 你可以买 如果大家要买 我有一天 有听众跟我说 你不如开一个online shop 你把东西放在那里 让我们去那里买 well maybe one day i will 但今时今日 我不会 因为阿姐已经很忙 我已经做到气急 做到没有气口 所以他日可能 但今时今日不会 如果他日我真的做一个online shop 是买这些生酮饮食 有关的东西的时候 我不如做生酮餐 跟着就送给大家吃 我只是送到他们家给你吃 当然要钱 有成本的 但是将来 有一天 今时今日不会 好 那就是说回 这个potassium 和magnesium 就是 如果你现在考虑 你想转身和饮食 包括 我刚才说 我有个风水的客人 他妈妈发现有cancer 四期 我跟他说 你无论如何 你第一时间转生酮 先 因为生酮 你一吃生酮 你身体里面的glycogen 就是糖分 简单来说 消耗完之后 你不再给糖分 你身体迫着要转成脂肪 我们身体的脂肪 我告诉你 你的cancer 癌细胞 迫着饿死 減生饿死 那你要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的癌细胞 是会 他就算不死 他都没有办法扩散 他没有办法再去变大和恶化 这个不是我说的 你们去看 说真的 其实在网上搜索 Keto Keto 和Cancer 你会发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很多的 我做私房菜 我都跟我的客人说 我说你不要怕吃蛋 不要怕牛油 OK 反而你应该要削的就是 这个 淀粉和糖分 OK 我的客人 吃完之后 他去Google 他去搜索 他发现 原来他真的知道自己的 是什么 我早几晚才有一台 8位全部是医生 我都听到他们说 我的蛋很漂亮 因为蛋黄很橙 维他命K2很足够 OK 然后我听到 我已经知道 我听到医生 我听到他说的话题 我就回答 OK 然后他们8个全部 都是agree OK 就是说 我们人的身体 是run on脂肪 而不是run on糖分 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这样吃 是因为工业革命 因为白糖普及化 因为商家 无良商家去赚大钱 因为之前那两个 哈佛的科学家 收了等于今时今日 5万美元的钱 所以他故意这样写 还有一个人叫Ancel Keys 我之前没有提过 他做了一个很大型的所谓 的research 就是 涵括五大洲七大羊 五大洲七大羊 之所以人会有心血管疾病 是因为saturated fat 飽和脂肪 大家相信他 对他做了 OK 你看回 所以当你知道 其实是这样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 incentive 去试生和饮食 但在你试生和饮食之前 听我说就是 你要减低你的所谓 就是要用我刚才说的方法 每天七至十杯 深绿色的蔬菜 炒又可以 炒又可以 炸汁又可以 什么都可以 总之你肯喝就可以了 肯吃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 你会需要那些大骨汤 煲汤 你不要管它是花旗心 还是党心 还是后头菇 那个不是重点 你什么都不加 没有药材都可以 你爽脏一堆的骨 不要加蜜棗 不要玩东西 OK 好了 接着就是 你再加上 这个 magnetium 的supplement OK 如果你在香港买到 你告诉我哪个可以买到 OK 如果不是你可以想 iherb 或者请朋友 如果你住在外国 一定会买到很容易 OK 去supplement你自己 吃多些牛油果 OK 好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东西 是会 可以容易有的 除了我刚才所说 深绿色蔬菜 牛油果 Nuts OK 我都说了 你吃了几份东西 需要有一份是Nuts OK 三文鱼 还有菇类 OK 是可以高的 牛油果 是最高的 OK 第二 就是三文鱼 接着呢 就 Nuts 森木色蔬菜 是 都高的 OK 接着就是菇类 好了 让我看看我的时间 是否差不多 先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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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网站 关于 生存饮食 还有 到底我怎么看参考资料呢 我在FORUM的FACEBOOK 现在不是置顶 在我自己女王PAM 那里 是置顶的 你可以上去看 好吗 对 里面呢 就会是 有 差不多有齐 当然不足 还有多些 但你可以看到 好吗 还有什么我要说的呢 就是 我那个风水客人 他妈妈要四期淋巴癌 是不是淋巴癌 对不起 我忘了是淋巴癌 所以四期的癌病 我就跟他说 我是建议他 直接飞去美国 找Keto 这方面的权威 有一个叫做 Professor Thomas Seyfried 他在Botson University 你可以找他 我叫做Sue Woods 是一个Keto的营养师 如果有一天我飞去美国 我都会找他们看 因为我想了解更多 我也说 有一天 我腾到时间出来 我就会去读 Health Coach 其实我自己现在的research 的确是不差的 因为我刚刚跟八个医生谈 他们觉得我是给很多医生 自己赚自己 因为他们赚我 是更加up to date in terms of 这方面的资讯 OK 但我要说的是 你一个Nutritional Ketosis OK 就像我们 想身体健康 OK 就像我说 我开始生肚之后 我瘦了 我瘦了 差不多10磅 你们现在都看到 我气息是好了 我的内脏脂肪少了很多 因为我家里的磅 是磅到这些东西的 皮下脂肪 比如腰小了 肚腩的脂肪少了很多 手臂也瘦了 比如我做瘦家 我在一个downward dog 因为我不穿头 我只穿里面的sports bra 我会看到 我的肚子有些肚子 不是马甲线那么夸张 但是看到有些肌肉 少少 隐约 因为以前是一个腩 很开心 你精神好了 你就很开心 所以其实是真的有它的好处 还有就是说 我不需要担心 会不会有脑腿化 有cancer 心血管疾病 是的 糖尿病这些 那就是 是 worth the while 但是你需要做功课 而且你不要懒 为什么我会突然之间 说我吐 和心跳快 那些什么 是因为我没有煲汤 因为我很忙 而且我没有吃很多 森木色蔬菜 因为不行了 我做完东西 你已经累到趴街 接着就直接搭上床 想睡觉 是的 所以大家 就不要懒 OK 煮一盆汤 煮完之后 你分几天喝都可以 放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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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变成一 block 或者冰箱都会变成啫喱 是很多胶質 很多collagen 非常之好 那你有什么问题呢 即管在forum 放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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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会失败了 OK 而且你可以去我 Lana Pam 去找我 List of reference material OK 如果你真的是 cancer的keto diet 你要比我们 Nutritional 更加 strict 你需要专业的指导 OK 但用这东西 再配合 癌病治疗 是会好很多 因为 癌病 它是需要糖分 它是很需要糖分 所以当你一不给糖分 给你身体 包括 淀粉也好 糖也好 它立即 它不是饿死 它已经动不了 所以 这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而且 是医好了很多人的 很多这方面的 research 我都说 瑞典 政府 整张keto diet apply 到他们的医院 医疗系统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完资料之后 几万份 的医学报告之后 他们觉得 嗯 这件事是对的 可以解决到老人痴癌 腦退化 心血管疾病 cancer 糖尿病 which is 人口老化的 很大的问题 OK 好不好 是的 还有就是说 亦都要提醒大家 就是potassium 你们千万不要od 千万不要觉得 喂 大哥 真的 是啊 很容易 不够啊 哇 会心跳啊 那我吃很多了 你看 你一般市售买到的 一粒是99mg 而如果你每天需要4,700mg 还要 如果我们keto 需要多1,000mg 即5,000多 你一天吃一瓶都不行 所以你不要靠 supplement 你supplement 你一天吃1粒 OK 如果医生说 你可以吃2粒 你可以吃2粒 医生说 但你记住 你需要 take it from from 骨汤 from 7-10杯深绿色蔬菜 from nuts from 三文鱼 鱼士等等 记住 你keto diet 你那7-10杯蔬菜 是很重要的 你是会比一个吃齋的人 吃得更加多的蔬菜 你是会脱胎换骨的 你是会瘦很多 而这个瘦不是单纯水分的瘦 你是真的会感觉到脂肪是少了 你衣服会松了 你是会健康很多 Please OK 看完这些记录之后 如果你觉得值得试的 看完研究一下 自己要做研究 不要懒 OK 接着你可以尝试 你有什么问题 尽管 post to forum 或者 send给我 女王PAM 如果我不记得回答你 那些问题 尽管追杀我 OK 好吗 今天讲到这里 Thank you 拜拜